让美军哭爹喊娘的陷阱有多离谱 只是简单布置的诱杀陷阱 就让美军死伤无数 越战中布置的诱杀装置陷阱 竟可以将高大的美国大兵 折磨到位置癫狂 尖刺陷阱 这是越战中最常见的一种陷阱 他们将挖好的生洞中 插入覆盖着有人类粪便和尿液的尖刺 一旦陷入其中 敌人就会被陷阱中的逐刺刺呈刺猬 即使侥幸存活 毒磁上粪便和尿液所带有的细菌 也会让士兵伤口感染而死 进而减缓整个小队的行动速度 坑进陷阱 这个陷阱由一块木板与一根箭头组成 上面附有橡皮筋 这样子箭头就有了拉力 当敌人碰到到半线时 箭头将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射向敌人 由于其隐蔽的特征 让美国大兵防不胜防 捕生草陷阱 这是一种根据捕生草特征组成的一种陷阱 当敌人的脚滑进去 尖刺会以一定角度向下 敌人并不会受到伤害 但当其脚被拉起时 这些尖刺会瞬间刺穿他的皮肤 直接丧失行动能力 防屋陷阱 当美国大兵侦察防屋 防门只要一开 殊不知这也有陷阱 当拉开门的一瞬间 藏在屋内的竹剑机关就会出发 直接砸在敌人的头部 场面极其残忍 这些陷阱 让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国大兵压力俱增 看见任何东西都以为会是陷阱 那么你觉得那些原始陷阱最厉害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